这些人都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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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年前的12月13日 南京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大屠杀事件 30万同胞惨召吐露 但是 对于这场丧惊天良的历史事件 日本政府却选择了隐瞒部分真相 和歪曲事实 至今仍有大批日本青年 不知道真相 日本电视台通过采访暂时士兵 分析一手资料 为我们展现出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来为当今的世界敲响警钟 一位年长的日本民间记者 拿出了日记本 这是参加了清华战争之一的 陆军上等兵的遗物 上面清楚的记录了一位普通农民 是如何告别怀孕的妻子走向刑场 以及在没有食物的时候 是如何从平民百姓手里掠夺物资 日本陆军 假接保护日本民众为由 全面进军南京 十二月十四日 途中俘虏了一千八百多名 溃败的惨兵 加上其他正规军 一共五千多名战俘 战俘的数量 一直源源不断的增加 到了一万人左右 在十二月十六日 将部分被俘虏的中国士兵五千人 押送到杨子江岸兵 以机关枪射杀之 然后再用刺刀刺个痛苦 游子江岸兵五千人 游子江岸兵五千人 再用刺刀刀刀刺 還是砌刀刀刀刀? 日本記者拿到至少三本 这些都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沙 日本人留下的 上面 几乎都坐实了 枪杀俘虏的事实 一位日本老兵 在录音中更是亲口成人 当年扣动了板机 射向我们中国的同胞 在一张日记示异图上看到 押下到江湾上的俘虏 被日本兵的机关枪 呈半圆形包围起来 日本电视台用计算机动画模拟 还原出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这是位于杨子江岸边的海军设施 16日中午 日本兵来到死里 在水泥的墙壁上 钻上排列整齐的孔 在孔中设置好机枪 这种设计能让外面看不到机关枪 此外 为了能与本部保持联系 还连上了电话线 里面的士兵把枪口对整了杨子江的方向 然后下一步就是等待夜幕降临 把中国同胞们都押送至江边 双手被绑上的人们毫无还手之力 面向杨子江耳朵 听到了暗号 这些日本士兵就开始疯狂的扫声 扫声结束后 手持刺刀和长刀的士兵 就开始第二轮的屠杀 他们检查那些没有重担的人 一旦发现火口 这些丧失人性的士兵 便拿起刺刀拼命地向前刺 屠杀一直进行到天类 整个场地上撒上了石油焚烧 再用柳树钩做钩子 把一具具尸体拖入到江中 据日本士兵描述 对说只有几十个人的时候 还能随着江水流动 等到几百上千人的时候 就根本流不动了 这位日本士兵轻描淡写地 说出令人震惊的屠杀过程 其中之残忍令人扎声 尸体已经多到把杨子江的河水堵住 可想而知 这是多么庞大的数量 杀戮仍在进行 枪口由于不断发射子弹 变得通火 到了后面 子弹更是在上堂前就直接炸了 为了不炸堂 日本人用衣服粘尸 盖在机枪上冷却 惨绝人寰的屠杀并没有结束 12月17日 江滩上拉起了铁丝网 外侧用核杀雷起台座 架好了机关枪 再盖一些柳树枝和杂草掩饰 不久之后 大约1万人被带进这边土地 为了防止扫射到队影 他们只瞄准火光中间部分 同胞们为了躲避子弹 只能堆起人来 形成人柱 一站高的时候 人会倒下来 爬上去之后又掉下来 如此循环往复 但是终究没能抵过日本人的机枪 同前一天一样 持刺刀和长刀的日本士兵 冲进人堆了 查看有无信存者 也有一些姓陈的中国同胞 他们夺过日本人的刺刀 反过来杀死他们 但是 大多数同胞 都没能逃过日本人的扫尸 他们在进行完一场屠杀后 会炫耀的比拼 自己杀了多少个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鱼类营事件 但是 日本人拒绝承认这次暴行 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 有一些士兵 带着武器 混入民众里 所以 连人带兵一起杀了 制作组 从因为存活下来的日本兵 口述中得知 当时 所有士兵的武器 都被绞清 堆成了一座小山后 全部烧毁 这样的谣言 不公自顾 还有另一方 拒绝承认暴行的日本人 他们给出的理由 是自为开火说 他们宣称 12月17日 日本把俘虏带到 杨子江边的墓地 是为了送上船 放他们走 可是 就在送他们走的时候 对面的岸边 传来了枪声 俘虏们突然暴动起来 日本士兵 是不得已才杀了人 制作组 在1962年的报纸上 找到了关于 自为开火说 最早的报道 接受采访的 正是当时的队长 两脚夜座 然而 制作组 仔细核对了 两脚夜座留下的日记 发现在屠杀的当天 两脚夜座 根本没有亲自到达现场 所有的记录 都是战后自输 制作组 通过当年的 亲历者求证 和一手的文字资料 证明了 两脚夜座说的话 是谎言 当年的一位 日本士兵表示 他们经历过 南京大屠杀后 就受到了 队长的封口令 因为害怕 上军事法庭 这些军官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不敢说出 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就捏造出了 一个匪夷所思的理由 其中一个下士 在录音中说道 释放俘虏这种事情 压根不存在 他们没有考虑过 也没有做过 他们接到的指令 就是屠杀完 这1.5万人 制作组 直接找到了当年 采访两脚夜座的记者 他本人 更是直接推翻了 当时发表的言论 这部日本纪录片 《南京世界》 细致地还原了 12月16日 17日 两天的屠杀 并通过寻找 自为开火说的源头 否定了这种说法 不可否认 日本依然存在 否认南京大屠杀事件呢 但是 历史教科书灿改之后 在民间的努力下 日本社会 对南京大屠杀的接受度 也越来越高 我是大头 只分享给你 高峰好地 咱们下期再见